树底下一堆老人 这边的是重庆万州区 到这城里面转一下了 重庆的房子都在山上了 哎呀 要逛这个城市的话不容易的 重庆面团 哇 哪个好多 这边的房子这样子 你看这边的房子 上面一家招来说 全部都是山上 哇靠的 哇 哇 这个是长江大桥底下的是长江 在重庆地区要城里面要逛的话很难啊 太累 你看这边是菜市场菜市场是在上面的 上去看一下 上坡人 哇 铁线惊风啊 这怎么卖啊 这个4块这个抛的5块 抛的那些 抛的5块钱 可以拿去每个钱 今天你够活的水 这备合都是鸡鸣房 黑化无空啊 一个小时6块钱玩游戏的 这后面的房子都变了后了有可能要拆掉了 你看 前面房子很高跑到后面前面都是矮的 这些城中山全部都是沿着上网上建的 看墙上写的编号应该会后面也是要拆掉的嘛 17号 感觉这些老房子比较有特色 还有老重庆的感觉嘛是 拆掉了建新房子的话又是 切收文化电影了 18号 真正的城中村啊 买上吧 大号35块 小号20 这啥是老重庆啊 这啥是老重庆啊 哇 这边还能送去吗 你看他这些城中山他挺干净的 冯子老是老但是他大街小巷都很干净 哇 哇这真的是老重庆啊 你看一下 他这房子 这里还可以上去啊 这些房子都非常的老了 包括这些高楼大厦的东西 那三点钟有主动剧的 我就太累了 谁都只能在底下逛一下呢 好 那边 老是 房地人都在那边聊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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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地下长 这重庆地区的 这个城市是跟别的地方很不一样 所以身后这重庆地区的话 走路不轻松了 送不下不 没走习惯的话很烦 这老人表演的 还有船灯啊 表演结束了 这大船灯啊 你看这边的房子底下好像是一个体育馆啊 是什么在那个山后里面 然后那个房子全部都在山上里面 如果走路的话根本没办法走路 开车的话停车会很难走 你看那些房子都在山上 哇 这个城市你该开车要忘送走的话也很麻烦 很陡峭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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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开到山顶上去看一下了 因为山顶上还是房子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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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以为是倒顶的 没想到这边还是半山 你看一下 房子全部一路上去了 一直尖到山顶上去了 重庆地区的城市就是这样子 整个城市都在山上 公家底下看的那个是城中城 在上面这些清建的房子 有两个地方 这是这边的道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下雨了 只能开着车子这样子转一下了 你看这个公路都在房子面上 底下都是房子 你看 在这样的城市就是主路不方便 开车也不方便 因为开车的话 找停车位不好找的 这山顶上还会好一点 楼座山脚下的话 就是停车位非常的紧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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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又是下部了 下部的话一下就下到江边去了 干个十风之路 这里过不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